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年6月,租下新版特区利宝百货大楼商场当作竞选办公室,确保初位依法申请室内装修就先行动工,遭公务局开罚6万元。 苏贞昌今天向社会大众致歉,承诺将严格要求厂商把相关程序办理完成,公务局则表示,该案正在补件,将尽快辅导改善。 公务局主任秘书江南志表示,利宝百货七楼原使用执照和准商场及餐厅,八楼为娱乐健身服务业,是听歌唱场所,每层楼面积1673.76平方公尺,若要当成办公室,必须申请用途变更及室内装修,厂商6月8日送件申请,但当时办公室已经在使用中,针对未申请施工先行动工, 一建筑法77条及95条,开罚申请人、厂商6万元罚款。 苏贞昌今天书席居住政策座谈会受访表示,这栋大楼过去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曾经做竞选办公室使用,应该应循何种程序办理,选办都会严格要求厂商,过去如果有所不好的地方,很对不起,跟大家道歉, 选办将要求厂商把相关手续完成,对于是否收到罚单,苏贞昌回应,已由相关同仁办理将南智说明,厂商虽已送件申请,但至今未申请竣工,公务局将于一星期内联系厂商辅导改善,希望尽速协助合法。 他提醒,申请竣工必须确认消防安全并被妥色官文件,若经辅导仍无法完成相关程序,将在开罚6万元至30万元。